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店家 公睹城 甚至消費者 在此維持了一個微妙但畸形的平衡 为了有所改变 校内意义性社团幕夫门社 联合薪资议题小组 近日邀请各大报记者 于大吃市喷水池召开 劳全行动记者会 试图将长年以来的宿集 招之天下 以求改变 在中正大学附近的大吃市 不符合基本工资的店家 有超过50% 那为家保劳保的店家有百分之百 而面对雇主的蛮横 同学们为了保住工作 也不敢提出居民的检举 使得违法的问题无法受到解决 就是我们目前是要求 就是所有大吃的店家 都应该给予就是工资生 就是合法的薪资 义务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更要求嘉义县政府 能够按照那个劳动法规 然后来对就是全面大吃 就是整个中正大学附近周遭所有的店家进行劳动检查 你保障我们那个工资生的权益这样子 对于学生的诉求 嘉义县政府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我们去检查 然后因为里面就是我们检查之后 有的店家没有给我们资料 不给资料 有的告诉我们他没有雇用工资生 有一部分他没有具备房屋的基本功能 也就是说他没有名牌号码的那些 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它 因为法规那个就是属于未分类的那个产品业 那这接下来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要发一张文给学校那边 就是向学生们去讲一下 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分两种 我们这个部分 如果学生比如说 愿意站出来跟校方这边反应哪一个电视家 我们就会请我们学校相关的人员 去接下 稀奇去跟他们做反应 像前阵子实案的问题好了 我们因为一出了校门口 我们学校就没有管辖权的 我们只能用道德宣说 但同时我们跟县政府那边表 就是说反应 因为我们跟他关系算是不错啦 因主管机关与学校男友积极作为 劳权行动小组后续直接前往县政府抗议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我们就是要提醒 我们就是要主张 我们要求嘉义县政府重视 重视嘉义地区的劳动权益 我们是不是请嘉义县政府的代表 要求嘉义县政府 现在在这个时候承诺 我们要进行落实全面的稽查 不要再推诿谢哲 要求嘉义县政府 必须全面稽查中正大学临近的商家 并且做出诚恳的回应 虽然学生的诉求能够被大众听见 但店家的想法在这次抗议行动中 是未受注意的 所以说或许站在店家的立场上 那就是说好那你可能会的东西比较少 或是你不怎么想会其他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 会有一个弹性 去跟他谈做比较少的一些配 一些死心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劳动需求者跟劳动供给者 双方合一 那大家就可以这样做 那如果是说反悔 老板可能要求嘉义 那你会的东西会比较多吗 我现在薪资是109块 不符合标准薪资 那我一开始进去我的工作地方的时候 那时候是符合的 就是109块 那我个人是没什么怨言啦 因为我觉得我们福利蛮好的 然后老板也认也不错 只是就有时候还是觉得说希望还是可以达到那个标准的工资 这样 而除了公赌金之外 其他的现象也值得一一解释 我是觉得以整个环境来说偏高 因为这几年的市场不好做 因为学生就是这么多而已 刚开的店家太多了 你看省到以前也没有麦当劳 现在都有啦 对啊 都被裹分掉了 游动性 而且对啊 学生用餐的游动性变宽了 对啊 所以这边其实很不好做 对啊 但是他的工赌金是很低的 甚至有一些店他是不请学生当工 part time 他就是请社会员事 就某些早餐店 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利润也不差 但是他给的薪水确实是很低很低 我觉得真的是太离谱 可是他们那些主要是请社会员事 比较少是学生的 对 如果早餐店比较没有学生愿意 就早餐店跑起来 对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E5本身是不太可能会成功 但我是说就单纯 E5一直找到这个 要一定要靠到这个结果 来跟E5 那他们就我知道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实在有很多面向 但是是有成功 但是就你要把实情完全放进去 所以是太可能 加上我 实际上我知道说 老公的习室有欠缺 我因为学生是有意愿 要去跟一个学生工会 那这时候 我今天 政府进行 然后学生工会去 要求商家做分配 把那政府去做协调 这时候 比较可惜 才有办法把E5这个人习室 甚至带到E5以上的家庭 对 所以我觉得 当然就有理想念思考 但可惜就是有差的 大吃心思的议题 不单是公读金的高低 若没有全盘了解 是没办法轻易下判断的 唯有公读生与店家良性沟通 在通过政府 甚至学校的积极协调 那才是长久之计 中正义报 富威林宇柔中正大学报导 我们次来到新疆地的行政 大学报导 现在是小学生的 最后一分钟